大家好,我是LuLu廚房 春天早晚温差大,忽冷忽熱,大家記得保暖 前幾個星期介紹過幾款清潤健脾的去濕湯水 未看的朋友,待會可以點擊由上方翻看 今集介紹寶宜不燥,滋陰養硬的燉湯 核桃鮮鮑魚紅蘿片燉雞 湯頭鮮甜不油膩,淡淡精華 材料有核桃,松草花,桂圓,雞半隻 鮮鮑魚紅蘿片 核桃,又叫長壽果,營養豐富 工作或限時,吃幾粒,補充下怨氣 補腎固精,補腦溫肺,潤腸通便,降膽固醇 它飽含維他命E,令細胞免受自由基氧化損害 又是抗氧化之王 松草花,平存自咳,撞氧補腎,增強體力,降血壓 對於肺氣腫,氣管炎,提高抑鬱力也很有幫助 為了方便快捷,我經常都會用這種裸片去煲湯 它只需要用凍水浸1-2小時,飛水去定就可以了 另一種紅裸頭較厚身,起碼要浸水8小時才可以用到 它養肝明目,至神補中 自脾胃虛弱,神經碎弱,雙眼分花等剩 鮑魚養陰,平肝,固腎,滋陰養牙 雞湯,補中益氣,強身健體 再加多5-6粒桂圓去調味 為了保持新鮮,鮑魚我通常會自己去學 小心沒有弄壞內臟,加一殼的生粉 一項粗鹽,再用牙刷徹底洗乾淨 去腥和去散味 邊緣的位置要特別洗乾淨 看看,水和牙刷都變得超級骯髒 過一次清水,乾淨沒有腥味 用薑和蔥頭飛水 鮮鮑魚飛水一分鐘就可以撈起 中間加入花雕酒,去除海鮮腥味 紅螺片飛水三分鐘,去定 雞去皮,去內臟和肥油,再飛水三分鐘 所有材料,用清水洗乾淨 我習慣將肉類或硬身的藥材放最底部 軟身的藥材放中間 最頂放最易碎的食材 例如瑤柱,栗子或竹生等 大火滾起後,用小火再燉多2.5小時 鮮鮑魚記得最後15分鐘左右再放 這樣燉鮮鮑魚不單非常鮮嫩 而且能夠給湯品提鮮 滋補養硬的核桃鮮鮑魚雞湯做好了 融合多種食材精華 既有海鮮鮮味,又有雞湯濃郁 還有核桃蟲草花的淡香 滋補滋味,滋養身體 喝完迅速恢復滿滿的元氣,來也來一換吧 Lulu 廚房奉星期六更新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請點讚和訂閱 給我一個Like 記得打開影片右下方的小鈴鐺 第一時間接收美味湯水的資訊 我們今天分享到此,下次再見,Bye Bye